那個正列部分 另外還有一題 103 判斷數字或非數字個數 這一題 那其實當然我們一般工作裡面 可能會遇到類似像這邊的情況就是說 像這個原始資料裡面 到底裡面有幾個是數字 有幾個是非數字 OK 那這個當然是那個103 的這個範例題 它本來是只要我們 去算到底幾個數字 幾個非數字 不過在內建函數裡面 有沒有這個函數 有沒有這種函數存在 好像似乎沒有 判斷數字 或者可能常用就是說 我希望知道說這個 資料裡面我只是要留下的可能是 英文的部分 或者是中文的部分 其他我不要 OK假設啦 如果你是需要留下的部分的資料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最後完成大概是這樣啦 可能最好做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數字各數自己幫你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然後 非數字各數字 把它算出來 有沒有 這裡面沒有數字 五個 非數字 那這裡有沒有 125公斤 三個 兩個 一次類推 那最好怎麼樣 不是算幾個 最好是幫我把那個數字部分留下來 不是數字部分不要留下來 留下數字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只有數字 留下來 其他沒有 對 那再來可能可以變化 英文 有沒有 把英文部分留下 其他東西幫我過濾掉 還有中文也可以 有沒有 Nokia 因為裡面只有 Nokia 最後可以有個清除 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個範例 裡面還是會用到 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做出這樣的結果 可能也是需要用到像那個 陣列部分 為什麼 因為陣列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開啟這個範例檔 那裡面一樣會用到什麼 有幾個函數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一個字一個字的怎樣 去切出來檢查的話 那我會需要用到一個密的函數 這個密的函數前面用過嘛 就是切 那你可能是從第1個抓出來 Check一下 啊 那我怎麼知道說 他是不是一個數字 這個時候會用到第2個函數 叫Core Core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 Core 基本上 顧名思義嘛 就是 Core內瑪的意思 內瑪 那基本上 在那個 如果我們要判斷是數字還是英文或中文的話 通常會判斷他這個字的內瑪 內瑪的位置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學過計算機概論吧 計算機概論裡面就有一個 就是 電腦的內瑪 不是 計算機概論 第1章都是先討論 內瑪 不過通常大家都應該都跳過 還是怎樣 還是都睡著了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要講那個機概論 我們主要是要知道說 到底那個數字 跟英文等等的 那些的位置 是要怎麼判斷 其實你可以切到 這個因為這個範圖在雲端白板裡面的文字與資料 所以你在文字與資料裡面 特別文字與資料裡面找到103這裡 那 我們如果想要知道說 他如果是英文的範圍 數字的範圍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有一個叫 ASCII Code的編碼表 OK 那其實我主要不是要叫你看這個 因為你可能會看不懂 我只要關鍵的地方 請你看到 他的數字 因為我們在美國人在設計那個 電腦 剛開始的時候 先定義128位 128個位置 記錄什麼呢 常用的相關的一些 符號 跟 數字 還有 英文 因為他 他們那時候還沒想到 還有他過語氣 所以 他定位從0 到 127 那0到127放什麼東西 前面都是一些控制的一些 一些比如說像我們的 像什麼換行 就是第10 New Line OK 然後呢 如果數字部分的話在哪裡 請推看一下 48 有沒有 0 57 9 OK 那英文在哪裡 65 到那個什麼 65到 這個 90 那他有分大小寫 有沒有 OK 所以 我們如果想要知道說 他這個字是不是數字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判斷說他是不是在48 而且 57 中間 所以這個要用什麼呢 用and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以上 這個以下 那一定是偶爾 其中一個或有沒有 OK 所以 數字的話是and 那個 非數字就偶爾 就偶爾啦 這就是反正就是 在另外兩邊 OK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所以這扣 就是主要是取得什麼 取得他的內 密碼 那所以剛剛的部分 主要是 用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密的是切哪個字 所以你必須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切 可是問題 你要切 通常是只有star number 一個而已啊 你怎麼切下一個 這時候可能需要用到正列 正列什麼 一直往下幫你去執行 執行幾次嘛 對不對 所以一個字一個字切 切出來就用call 幫你去判斷 那判斷完之後的話呢 在 因為可能判斷裡面呢 會有 多的東西 再把它過濾掉 最後再把它加裝 還就可以知道說有幾個 那這裡面的話 可能你們可以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知道 0 然後123456789 好了比如說到 到9好了 他的內碼是多少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先在旁邊 插入那個0到9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 文字函數裡面的call 這個 OK按確定 然後呢 把這個文字給他 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喔 這邊是不是可以有什麼 call 48到57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 A到Z的話 向下面 如果我今天虛妄 產生A好了 那這個地方 你想說 老實說產生A ABCD如果我上下的話 按Ctrl鍵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如果我今天 底下了 假設我要想要知道英文大寫的位置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輸入A到Z 然後旁邊也是用call 他也會自動幫你 算出來 哪個範圍 不過其實我們主要是數 數學了 那怎麼做 我想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 先把這個題目打開來 也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邊的話呢 需要一個正列 可以把 幫我把那個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先用那個 Mid 而且Mid 必須要是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是 可能12345 可能更多啦 可能5個字 10個字等等的 那第2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去判斷 抓過來的東西 幫我判斷它的內瑪 是不是48到57之間 所以會有個邏輯 邏輯判斷 然後如果微觸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把那個結果 記錄下來 記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再幫我加總起來 那我就知道有幾個了 不過你會發現 好像 還是 不太容易 而且這些也算是比較 難度高一點的函數 OK 試試看 第一個先內瑪 位置知道 然後 如果你先用扣 假設我第一個先把這個原來 的工作表複製過來好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 給他的不是一個字 而是給5個字的話 他只會判斷第1個 OK 因為這麼多個字 他不可能每個都你判斷 他只有判斷第1個 所以第1個字1的話 大寫1是在69 這個1剛好在49 這個c的話是67 那你會發現 Nokia 你會想說第1個是 中文 不過中文在這邊比較特殊 因為早期美國在設計 那個內瑪的時候 他不會想到有其他語氣 所以中文是後來產生 他就變成 本來是 一個拜承他變兩個拜承 那兩個拜承要有高位元跟低位元 然後把兩個相 兩個相乘之後 所以你會發現數字 會超過127 而且非常的大 有沒有4萬多 OK OK 那另外 他 這個地方中文比較特殊 再來就是說那個 英文 其他 只會 判斷第1個 可是不對啊 我們要判斷其他怎麼辦 所以這個地方 再把他拉過來 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用密的 可是密的他只能切什麼 切第1個字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要切其他字的話 這地方我把它取消 這個地方 重新再來用密的好了 那密的我希望切哪些字呢 特別是我這邊可以用密的函數 那密的函數他一樣問說哪一個哪一個文字來源 第幾個 你放1也不對 放2也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這樣 放個正列 1 2 3 4 5 假設這樣好了 5個字 OK 一次有5個字 不過 你想說老師 他後面還有很多啊 還有 8個字的 有沒有最多8個字 那怎麼辦 多一點好了 6 7 8 9個字好了 OK 那也就是說啊 你這個後面的正列 只能夠大於 所有字的長度 OK 未來如果遇到一個更大字怎麼辦 等下再來講 我們先用這個方法好了 要幾個字 一個字 他會先抓第1個字 第2個字意思類推 可是將來執行的話記得要什麼 Ctrl、Shift、加Enter才會執行 不過他預設會先抓第1個字過來 好 那做什麼事呢 請你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外面再包一個call 因為要判斷他的內碼 是哪一個 有沒有 是多少 他會一個一個抓過來按確定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再加上邏輯 如果他是大於多少 47 外面記得哦 把它刮斧起來 這個是第1個邏輯 請特別特別注意啊 這個外面這個刮斧一定要刮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刮的話 後面還有個邏輯 那 如果這個 條這個結果 回 去的時候 有沒有 如果回來是在47以上 而且 and的話 在58 以下的話 這邊把他Ctrl一下 這個中間請你用乘號 乘一下 乘喔 如果and用乘 如果用歐的話用加 58 是 小於 58 那 如果這個為tru 這個為tru的話 兩個相乘 他就會 他幫你return 就是1 tru 就是用1來代 1乘1 等於1 如果 這個tru 這個fors的話 1乘 fors是0 1乘0 還是0 表示沒有 沒有一個字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因為這邊只有5個字 可是你給他9個字 所以後面的話會怎樣算完之後 有value 錯誤 就是 本來1到5是對就算了 可是 6到9 沒有沒有的話 value 怎麼辦 沒關係 再把這個公式 記得怎麼樣 減下來之後 再插入一個函數用什麼 過濾掉那些錯誤 前面講過了 因為 6到9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你怎麼加比呢 所以他會錯誤 那所以用什麼 用ifl 過濾掉 你會發現 ifl真的還蠻 蠻方便的 以後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有沒有 前面 0000 有沒有 後面value 錯誤 如果說這個value錯誤 你沒有把它過濾掉的話 等一下沒辦法加種 因為我們最後把它加種起來 才能夠算出 他有幾個數字 所以外面 就是ifl包完之後 外面再包一個上函數 那上函數呢 你要整個全部加種的話 就必須用什麼 用正列的方法 他才有辦法全部幫你加起來 所以特別重要先過濾掉對不對 如果錯誤的話呢 這個要怎麼辦 補0就好了 OK value錯誤的話 就幫我改成0 0的話反正就沒有了 OK按確定 好這個是ifl 可是問題等一下我怎麼讓他全部幫我加起來 還沒結束 這邊怎樣 再剪下來 外面怎樣 再插入一個上盤數 上盤就用打的好了 比較快 上盤數了 OK中間怎麼樣 再把剛剛的公司 貼上 為什麼貼上 為什麼貼上因為剛剛不是零零零 如果有有一個是的話那就一嗎 零或一 那我希望把這些零或一 全部都幫我加起來的話 外面包個sum就是加種 可是呢你要幫他執行正列的話 還記得吧 Control Shift 加Enter OK 好 那一樣這個也是有零 可是底下的話呢 如果你上下填滿放開 來 有沒有看到 結果 就完成了 有沒有這三個嗎 這四個 這八個 其他都沒有 有沒有他全部幫你算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OK所以 特別注意啊 因為這個地方 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大概沒有更簡單的 所以 這裡第一個我們先來用call 手字 再來第二個的話 就是先把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正列 一個字一個字切出來 判斷說他到底是不是大於47 表示說他是0 到9之間 而且是不是 50小於58 最後一定記得 這個一定要是乘號 前後記得要先把它刮鬍起來 因為你如果沒有刮鬍起來的話 他會先 先幫你乘 有沒有 先乘那就錯了 特別注意這個刮鬍 因為裡面呢 有一些 我們沒有處理到會產生 Value錯誤 所以過濾掉之後 最後再加總 再來怎麼樣 加一個 Ctrl Shift 加Enter 就算完了 OK 總共會有四個函數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也是一種邏輯判斷 我們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 謝謝